那个key 第2个在进阶里面这个一定要打勾 按确定之后的话 在下一步完成 完成之后的话呢你再来回到 刚刚的这个地方 去做设定 这地方设定this view 你就会看到这边其实是可以打勾的 这地方才可以打勾 如果你没有做启用的话那就不能打勾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这个格式稍微改一下 然后大概了解一下 按确定 他重新套用一下 那run 起来之后的话 就可以得 可以看到的结果应该就是我们要的 他里面的话然后提供这个新增修改删除的功能 然后呢并且把资料都秀出来 一笔一笔一笔资料秀出来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样板的部分 样板部分呢 特别注意 我们在那个this view 制定的第1次的时候他不会显示目前 检视 可是如果你设定完之后他底下 就会 显示出那个目前检视 他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制定什么制定那个item 就是每一个项目的 他的排列方式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预设是由上到下 那我如果说上下的位置我要做调整的话 我可以从哪个地方调整 其实你可以发现在这个item的template 没有 点下去之后呢 他就直接可以跳到这个template的这个相关的 画面出来 item的 必须是在 支援 原始的话 我们再来挑其中一个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位置的变更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 在里面其实也可以加加个表格 比如说你想你想要把这个位置呢做重新排列 或者是说左右位置 比如说我今天呢把 这个颜色 姓名的部分呢我把他做个字的放出体 然后呢我这地方然后把他换个颜色也是要换一个 这颜色 然后因为有信 这个信箱的部分的话呢把 斜体然后这字颜色把它改成红色的 红色OK 按确定 那稍微改一下之后的话然后把这个template把它做一个 印象中是把它直接 这样应该就可以把它save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这个list view的设定方式跟前面不一样是 你要先设定好之后再来改样版 那改样版他有提供这个对应的工具 那这地方我们来save一下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这样子的显示出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因为item的项目变更之后 那底下的每一个 就会跟着变更 就跟着变更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也试试看把里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样板的部分也试着把它更改看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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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